我们知道人体里面有五脏六腑 那一般会放在脏 因为脏它是只进不出 所以叫做脏 那腑就是有出有进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这个毒 如果发生在我们的五脏里面 就是放在那里的话 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些症状 譬如说肝脏 你看到你的指甲怎么好像凸起来啊 或者是凹陷啊 所以观众朋友赶快检查一下 你看你到底有没有中毒了 我们从五脏这边来看 先看这个肝脏 对 指甲会怎么样 对啊 然后第二个可能就奇怪 我年纪这么大还会长痘痘 或者是因为月经寻阴气 所以女人如果她月经会痛经 或者是她好像会头疯 偏头痛 这是属于这个毒放在肝脏 所以肝脏就告诉你 我这里中毒了 那这来心脏呢 心脏我们知道 中医讲 我们的五脏开窍都有各个的部位 比如说心脏开窍在哪里 开窍在蛇 所以你知道奇怪 我的舌头怎么又没有吃什么 可是就是火箭很大 舌头尖的麻麻会痛痛的 更严重就舌头溃疡了 然后就发生什么 心脏白白 喘口喘不离 呼吸吸不到空气 这个胸闷的感觉 这个都是属于说 你把毒素放在心脏 心脏呢 是怎样 你说 所以这很重要 有道理 爱心 但不要毒 再脾胀呢 如果你是脾胀 你看这个人 我们跟他谈话 像有一个卖房子的仲介 来找我谈话 我都故意假装 这样子 为什么 以手眼鼻 为什么 因为他有很重的口味 这个很明显的口咒 这个都是代表说 他的脾胃 里面放很多的毒 但是你没有把他排出去 尤其有一些素变 刚刚Ren讲的那个素变 或者那个他就会冒到 我们的嘴巴里面吐出来 是 另外呢 冒在那里 可是很奇怪 我还会有黑斑 为什么 那个毒素 那个毒气 他没有往下排出去 因为他便秘 那这个时候呢 就往上挤上来 他就开始发生黑斑 暗斑 不是黑斑 暗斑是那个肝吗 对啊 大家觉得是在肝上吗 我告诉你 很多都是脾胃来 哦 了解 那肺呢 如果是肺的话 我们知道 你看到那个皮肤 叫做黄白 或者是带一点灰色 不是外星人那种ET的颜色 但是呢 也很接近 是 他那种人 面色不看 对啦 他的面色像这样 嘶嘶嘶嘶嘶嘶嘶 那你要注意 他可能什么 肺活量不够了 可能郁郁寡欢 凶悶 那这个时候可能 气凶等等 这个呢 有可能是因为肺里面 还有很多的毒素 它没有排出来 所以就产生了这些症状 那另外就是肾脏 那中医的肾脏 是范围比较广一点 是吗 那你知道这个肾脏 我们讲肾肠 筋与质 因为筋 就是我们的筋力 所以你筋力 你看这个人说 哇 你精神奕奕 光彩夺人 为什么 你就是不会疲劳嘛 你怎么讲话 你怎么让人家感觉这么动人 就是你不会疲劳 为什么 因为他身体没毒 他如果肾里面有毒的话 哇 那就真厉害疲劳 然后坐下去就想睡 真正到床上去睡 又睡不着 那这个时候呢 但是年轻的呢 他可能他下巴 会长很多痘痘 这个跟那个痘痘不一样 跟那个肝脏的痘痘不一样 肝脏的痘痘可能在两 两拳或是颈部 但是呢 他下巴 是属于肾 所以你要知道 如果他下巴 很会长痘痘 有的是甚至长到 下额这边来 这个呢 我告诉你 肾脏中毒 这是我们五脏 如果中毒之后 会有这样的现象 出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他